這些不習慣做體力勞動工作的人 為何願意在天氣下 貫磚、擔泥、遊牆呢? 這個構築是一個家庭 真的需要這個家庭 所以令它更加值得 知道原來他們有一個 可以比現在更舒適的居住環境 流了幾天汗 其實真的不算是甚麼 為了提供一個安樂窩給貧富大眾 這些部分存救之類的參加者 願意犧牲些甚麼呢? 愛上傳帶大家去多明尼加共和國看看